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Norman 有看我上一次短片 就知道我在海南島 酒店隔離了七天之後 就飛了去廣西 今次去廣西 大概有十天 主要就是 在廣西西部 沿著大概在中越邊境 去拜訪幾個分公司 跟業務人員 看看他們的業務發展 有沒有需要我們 總部的支持 就說 在南嶺住了一晚 第二天就去 崇佐白市署 去完崇佐白市署之後 我們就在上市溫泉 的地方住一晚 在鎮上吃飯之前 看到有個叫做 鴻門啤酒 其實我網上都聽過 沒有喝過 就試一下 味道是一般般 都是喝回其他啤酒就算了 這個上市溫泉 其實跟日式 日本式的溫泉 有些不同 他們都是大的 游泳池 室內 室內很好 室內 就是要穿泳衣 因為我沒有穿泳衣 一來二來 我就不太喜歡這些 泡溫泉 我們就 入住了酒店之後 那些同事 走過去 大概十至十五分鐘 泡溫泉的地方 他就泡溫泉 我就在房間裡休息 其實房間裡 都有個大浴缸 其實那些溫泉水 都可以泡溫泉 不過我見過浴缸 都不太乾淨 所以洗澡就算了 洗澡水也是溫泉水 第二天早上 吃早餐 之前他們也有去泡溫泉 我就吃早餐 吃完早餐 我們就離開上市溫泉 去下一個地方 其實我們去靖西 白色的地方 早上就去了一個鵝泉地方參觀 這個鵝泉相傳 就說是一個老太婆 跌到泉水裡面 有兩個仙女 就扮成一個天鵝 救了氣渠 所以他們就叫做鵝泉 風景其實也挺漂亮的 其實他們說這裡也有 叫做小桂林的稱呼 但是因為當日太陽也挺曬 我們也是頂著太陽 這樣看一下 泉水真的挺清澈的 風景也算挺漂亮的 但一般香港旅遊團 他們就不會來這地方 都是本地人來多 有些同事都沒有來過 不過就是順路來參觀 在鵝泉參觀園 其實我們去了一個鎮吃飯 鎮就是以前我們有個同事 在那裏做過的事 工程搞了兩年 所以他也挺熟悉 主要是吃一些河鮮 有一種魚 我都不記得它叫什麼名字 其實它已經禁止售賣了 有些餐廳都會偷偷地賣 肉質也挺漂亮的 吃完飯 其實我們下午就去了 一個巴馬的地方 住一晚 這裡有長壽之鄉 有很多超過一百歲的人 住在那裏 其實來這裏的地方 都是一些東北人多 可能因為東北比較冷 這裡比較休閒 生活成本比較低 比如我們住酒店 其實最高級的酒店 一萬一百三十八元人民幣一萬 如果你住一個月 一千六元 一千二元都有交易 巴馬一枝香 岩石上也有很多石刻 其中一個石刻的 就是仇製福中 其實也挺有意思 巴馬有四寶 玉米、香豬、魷魚和火麻仁 我們晚上吃飯 除了玉米 不是當做豬 我們也試過 香豬 其實我們下午也試過 在那個鎮裡試過 也挺好吃的 今次在酒家吃 可能翻熱 就沒有那麼好味道 住一晚之後 第二天 酒店退房之後 走到恒巴駕車上 一個叫巴馬 百摩洞參觀 其實一個是棕櫚石的 冬月來的 類似我兩年前去日本 山口苑的黑風洞 但是它的洞 比較大 以及洞與洞之間 其實它有個天坑 天坑形成就是 那種旅洞 侵蝕越來越大 頂子倒下來 變成天坑 其實在廣西、雲南、貴州 都很多這些 那種旅洞裡 他們的磁場 比較厲害 很多有病 或行動不便 坐在大石上 經常做一個磁療 其實有沒有效 其實就 我不知道 但是有很多人坐 那種旅石 它叫百摩洞 其實有很多奇妙 掛著石的 因為我們沒有請導遊 然後跟著前面的旅行團 聽聽講解 有些其實這些石 就是三分以上 七分以上 你想到就是了 加上一些燈光配合 其實都算挺漂亮的 洞裡比較涼爽些 外面其實也有三十多度 洞裡我看過都沒有三十度 看完就去吃飯 同時看到有個同事 交一部新機給客人 下車跟他們聊一聊 然後就去吃飯 適言飯就去白色 在高速公路 就跟著一部運狗車 那我的同事說 因為很快就去玉林 狗肉節了 那些狗就運去玉林 其實我看著那些狗 狗就看著那些狗 其實他的心情也不太好 所以就叫同事說 你抓快一點 下車頭算數 不想再見到這樣的場面 晚上就在白色住一晚 入住酒店之前 就去白色分公司 跟店務人員聊天 然後吃完飯再去酒店 在白色去來賓開會 同時就搞一個很小明的歡送會 第二天就去一個 三鄉同族的地方 搞一個團體建設活動 其實就是旅遊 中午吃完飯 就去一個晴陽伯寨的景點參觀 那他有一條是比較 應該是整個院最舊的風雨橋 是木造建築的 上橋之前 他們有一個歡迎式的喝水酒 過了橋之後 就有一條大街 那條大街兩邊 基本上就是很多的餐廳 買一些手信 或者是一些民宿 他們旅遊旺季時 其實就很多人過來住 我們就參加了 八個宅之中參加 參觀了兩個比較近 景點門口的宅 裡面有一些古樓 都是現代建築的 不過都是用木來造的 用木製成的 這樣子而已 參觀完這些兩個宅 就去看一個表演 這個表演比較簡單 就是十個八個人 唱歌、跳舞、吹吹吹 他們同族私宿民族樂曲 因為當時也挺曝光的 我們看完 大概五點多鐘 就回到市區 準備吃飯 食飯地區叫做月也同族 其實是一個流水宴 什麼流水宴呢? 其實他們一排長桌子 放在那裡 是不同的菜式 你可以從桌頭吃到桌尾都可以 進入之前 他們會唱歌 歡迎你 那些團 就要唱歌 回應 因為現在 近七月 他們的旅行團 都會唱一些韓歌 就是一個廣場 坐下 其實當日也挺曬的 曬著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在陰地方 都沒有坐下 最後把桌子搬過去陰的地方 才開始吃飯 吃飯期間 其實他們都有些表演 跟剛才的八寨差不多 都是唱歌 跳舞 跟著就開始 小數民族就搬一些水酒過來 水酒的味道就是白酒 很淡的 我覺得應該是加水 所以是很淡的 其中一個環節就是高山流水 高山流水是怎樣呢 是一碟一小碟一碟 砌上去的 直到你喝不到為止 或者是他唱歌為止 那我就試過了 其實他最 就是個人 一直唱歌 一直喝水酒 在一碟倒下來 其實 酒的濃度不高 就是你 其實不斷喝 其實你可能是 吐不了氣 我都捱到大概是 三十多年 都頂不住 跟著他們邀請一些人 去台上有個高山流水 加平飯 你看回他們 一直在這樣倒 其實是頂不住的 然後就大約七點半 我們就離開去看表演 這個表演是在同族鳥巢裡 其實就是講 那些同族 小數民族 那些開程故事 場面當然是比較好大一點 就是比剛才白寨 或者吃飯那些好大一點 人數又多些 又是唱歌 他叫座妹 座妹就是 但是 這個意思是否 就是 坐在男人的膝蓋 那樣的意思 那 其實就是 一個鐘頭表演 我看到鐘頭 都覺得有點悶 但是 就是說 他的場景 那個 表演等等 其實都挺好看的 那如果日後有機會來到這個地方 都可以參觀 還有他唱歌啊 他們服飾都挺來的 看完之後 我們就走回去酒店 大概半小時 那酒店其實是在江邊的 其實我中午已經是check in了 那就可以看到了一條風雨橋 這條風雨橋其實是底座是石屎的 上面是木側的 就可以走車的 那日後看就沒有什麼特色的 那晚上他開了燈光 其實挺漂亮的 那我們走在橋上去 那就回到酒店休息 那有些同事就是 意猶未盡的 那再出來 吃燒烤啊 喝啤酒 那樣 有個小插曲 就是我們check in酒店的時候 他要 實名制的人 那他見到我 是港澳圖班的回鄉點出來 他就比較緊張了 那便打電話去防疫中心問 那防疫中心就 叫他說 是要我去做核心檢測 那我說是 我有健康碼 他說都不行 都要核心檢測 因為要求48小時的 那我們就呼籲他 他說我們明天才去做 那其實他就沒有再堅持 因為他都完成他的職責了 那其實我第二天 九點鐘我都走了 做什麼核心檢測 所以都沒有做到 那 那我們的團 大概18人的同事 那有些人 在附近的城市住 坐動車 就回去了 那有些就是 坐飛機 其實這裏就很近 桂林的 大概100公里 那有些同事就 坐動車去桂林 坐飛機就走 那我們剩下 那他十個八個 就坐回那個 旅遊巴 回到來賓市 因為這架車 就放在來賓的酒店 那吃不快 那麼我們 幾架車 又是 坐大概兩個半小時 車到達了 那就回到南美 晚上呢 就去了個中山路 美食街吃飯 那其實這裏我十幾年前來過了 因為當時是住在 旁邊的雍光賓館 因為當時 雍光賓館 基本上是唯一的五星級的 當時就是比較 亂一些 骯髒一些 但是現在呢 搞到就好像 台灣的夜市 又乾淨 又整齊一些 那我們其實就沒有在 攤檔買東西吃的 那麼就在 酒樓入面吃完之後 再出來走 再買些水果 再上去吃 其實這種 類似的美食街呢 現在開始 在大陸的城市都有了 作為一個旅遊景點 其實 如果你不經意 其實你可以買這些 這樣一盤盤 在旁邊 那些 有座位的地方吃 或者是在店裡吃 那價錢其實 都不算太貴 但是跟台灣 但就說跟台灣價錢差不多 我再看 其實都 挺吸引的 特別是 現在都 搞得比較乾淨 都挺吸引的 那 吃完飯就回酒店休息了 第二天就去江西 好了 這十天在廣西的行程介紹 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